請問 審討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有請兩位提名人 兩位被提名人請上台 兩位早安 其實我想講的是恭喜 但是也有點猶疑 不知道兩位被提名人此刻的心情是福是禍 因為我相信你們大概前所未有 最近受到很特別的待遇 各位大概始終是以品德操守 以你們的學識能力 以你們過去的專業表現 以你們的對憲政的認知 以及人權的理念 甚至是對於私改的願景 一直是引以為傲的 但最近以來不只是本院 今天有20位委員是車輪站 民間包括一些團體媒體輿論 對你們提出了空前嚴苛的解釋 剛才幾位委員也提過 甚至用了非常負面的一個批評 我相信你們是前所未有的待遇 我想請問 請你們各以一句話 表達你們此刻的心情感受 先請書被提名人 一句話 此刻心情感受 我 我 以對這樣一個程序的重視尊重 立場來講 我很渴望多幾分鐘講話的時間 尊重 好 請來被提名人 我自己覺得我沒有做虧心事 坦坦蕩蕩 是 書書中你在媒體講 你不計較 這兩句話 我相信民眾聽得進去 一個是尊重這樣的一個程序 當然爭取更多可以表述的機會 一位是對於不計較 有隨緣 席緣的心情 我相信民眾對於兩位 這種穩健的心態 是非常能夠受用的 的確 世事動明 皆學問 人情練答 及文章 不管批評您是文章 還是學問 我相信在你們這兩 兩句話之下 大概都比下去了 但是個人也有一個看法 這個過程 應該以平常心觀之 不只是尊重而已 因為所有的負面批評 應該是 這是個開始 而不是一個結束 因為滿意度 永遠跟期望值 是成反比的 各位也知道 今天兩位會站在這裡 就是因為 人民對司法的期待 不夠滿足 不能滿足 那我們 不管是看到上萬人上街頭 還是三十萬人 在網路上面的串聯 你們可以體會到 整個司法 我們對於 這個未來的嚴峻的挑戰 各位 無論在自傳 無論在今天上午的口頭說明 都已經明確的了解 所以以下我的提問 也是針對 這幾個焦點 尤其是 對於兩位 對於你職務的定位 對你職能的發揮 尤其是這兩部分 對於司法改革的理念 具體的作為 我們問的話 很可能重複 但是您的答話 會在國會留下 可供後世檢查檢驗的紀錄 所以還是物情甚甚 我第一個問題 問的是 我們的這個 機關職務的定位 因為九十二年修憲之後 才是由大法官 兼政府院長職務 於是 你不只是裁判兼求援 你還兼了教練 你及行政權 兩位及行政權 及司法權於一身 但是這兩者 是會有 Internal Conflict 在某一程度 他有角色衝突的 比如說 你們現在 一限制司法院 擁有提案權 就像你們提了司法管法 你們也根據 4至530號 你有規則制定權 主導權都在兩位身上 這些司法 掌管的法案 或者是規則中間 如果有違憲爭議的時候 我們人民如何期待 兩位能確保 視線結果的超然公正 尤其不會發生 官官相互的情形 我們請蘇貝提名人回答 報告趙委員 那這個如果是這個從院長 又是大法官的立場 是 這個好像是這個 好像角色有點衝突 就像說 照我演講的 球員間裁判 那事實上 我的時間很短 所以要盡量 我們會嚴守分紀 嚴守分紀 嚴守分紀 不會把這個 嚴守哪一個分紀 是嚴守你的行政權的政紀 還是你的司法官的分紀 基本上就是我 我應該是以嚴守這個行政 我不要求你現在回答 但是這是個問題 我希望您有非常明確的論述 可供厚人所以檢視 另外第二個我問題是 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這是憲法第77條的規定 請問這個最高究竟何止 是指最高審判呢 還是最高的司法行政 如果如同我們88年司改 把它定位為最高的審判 那請問 為什麼最高之上 還有好多好多的最高呢 因為目前有最高法院 有最高行政法院 公務員有懲戒委員會 這三個叫中審機關 那跟他的關係如何架構呢 如果你界定為是最高的行政機關 司法行政機關 那請問跟行政院 號稱為最高行政機關的 法務部之間關係又如何架構 請問兩位哪一位回答 趙委員點出的其實就是一個在學界爭議很多的第530號解釋 我知道爭議 我要問你們如何之處 依照這個解釋是偏向您講的 司法院就是最高審判機關 但是很多人質疑 這樣一個解釋是不是超出了申請範圍 包括您曾經反對這個解釋 也是大院對於這個組織法 未來你如何之處 我跟未來的這個這個就是院長被提名人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要以非常慎重的方式和其他大法官一起討論 那我們會把這個問題當成一個重大事項 你們有計劃目前還沒有或者是不願意把它說明 但是我相信你們都知道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癥結所在 那我剩下七分半鐘必須切入司改 也就是包括你們在口頭報告都知道 充分了解司改是現在民間的焦點 當然民國88年的司改會議也被批評成為 所謂空翻空談改革乏善可成 所以我相信下一輪的司改是你們非常大的挑戰 我要請問的是 今天我非常仔細的聆聽了 尤其是賴院被提名人談的很多 所謂的新一波全民司改 但是你們提出來的新一波司改 卻沒有新的看法 這是讓我有點失望的 你們提出來要令所謂的倫理規則 或者是要我們趕快通過了司法官法 這個法官法 或者是你們談到要取締司法 黃牛也好 啟動司法列車 甚至中長城你們要想到有個官審制度 其實這些都是舊的東西 老百姓 老百姓始終認為像評鑑 你們過去十四年有評鑑制度 只有成案十四案 大家認為這個過程本身呢 司改我們如何真正的落實 尤其我聽到我們的這個 副院長提名人曾經說過 你有很大的決心 與賴提名人在最短時間內 解決法官的操守問題 最短時間我要時間表 解決我要實際的手段 請回答 時間表 手段 我們基本上我們是設定一年的時間表 一年 一年內要解決法官操守的問題 手段 至少要有所成績交代 因為您剛才談的手段 都是操之在人 您要跟連政署合作 跟特征組合作 訴貪機構 但是我希望你們不是靠別人 而是自發性的有個辦法 另外我想具體請教 您對這個法官法的草案看法如何啊 因為我看起來這個 目前看起來還是自律嘛 是不是 看起來還是以自律 你們的退場機制 需先做這個peer review 這個所謂的行為評鑑等等的 你們真的對這樣的一個制度 有信心嗎 我們對整個法官法 首先是希望能夠真的是落實 尤其是退場機制 那也就是說 這個怎麼樣子讓不是 我簡短的說 我們了解你們是 現在還沒就任 但是司法官法 這個法官法的草案本身 民眾對它是信心欠缺的 我希望你們還有更具體的措施 能夠提出來 更有效的方式 至於官審制度 我們看呢 在歷史上 這不是新的制度 過去算是一個不平等 不平等條約 也許是 宣台條約 使建於外界有所疑慮 我也希望你們再三的斟酌 至少在名稱上 是不是要這樣講 然後尤其是他跟審判獨立之間的分際 你們的界限如何化 不會影響憲法第80條司法獨立審判 我相信你們必須要有非常明確的一個規範 不要引起疑慮 那再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因為我今天聆聽了我們副院長 被提名人談到很多大法官的角色 我是很感動的 的確大法官是我們認為憲法的守護神 但是憲法今天是個多元的價值 今天我們看整個大法官人員背景 有沒有真的多元化 有沒有真的能達成您所期待的所謂的多元價值 甚至本土國際這些內涵的價值的調和這樣的功能 請問因為我來看好像都是清一色留外的 尤其是留得的 背景非常的接近 你提了很多其他的 在程序上你不滿要改革 甚至對於多數覺的體制你挑戰它 但對人緣圖法不足以自行 你有沒有辦法做任何的調整呢 您講的很對 我一直也過去也寫過這方面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關鍵的所在 就是關於司法院大法官的組成 在現在不修憲的前提下 司法院組織法 關於大法官組成的內容 您曾經手握大權不是嗎 您是省建小組成員 何以讓這個多元的組合有此如此大的缺憾呢 它只是一個在既有制度下運作的結果 那對於這個制度我個人覺得還有改善 總之您現在握有更高的權威 我希望真正能夠落實我們大法官真的多元價值體系 彰顯真正憲法精神我有所期待的 另外我個人在美國的時候我們看到Spring Code 哇我們對於大法官的尊容啊是無以復加 但是在國內呢我們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你如何提振士氣呢 如何讓民眾對大法官 我們現在沒有覺得大法官的解釋是解決問題 我們應該認為它是解決問題 他通常製造更多的問題 這個我不用我列舉了 包括520號尤其是核四的解釋 包括601號還自肥 您未來有什麼打算具體的措施 可以對內提振之氣 對外能夠讓大法官的尊容受到民眾的肯定 我想要用它的實際的行動 而不是用嘴巴講 那可以制度面可以調整的 就是剛剛報告裡提到的 這個程序法 我覺得它的精密度要提高 我會希望 所以您也會修訂所謂的這個行為法 審理案件法 是審理案件法 好 我有期待的 那因為剩下四十幾秒鐘了 時間飛逃了倉促 還是沒有辦法讓兩位充分的陳述 你們的這個想要講的話 但是我們可以充分 是現在不約一位充分的 還是右腳